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講話中表示 共和黨陣營喪失了機會 沒有一個共和黨候選人 明確而一貫的支持 讓移民獲得途徑變成公民 盧比奧參議員實際上 協助起草了2013年的移民法案 但現在他又不認賬 共和黨人都在走向極端 脫離美國大眾 來自弗蒙特州的聯邦參議員桑德斯 和支持率落後的前馬里蘭州州長奧馬利 跟克林頓不同 他們集中於民主黨的競選對手 2014年許多來自中美州的兒童 為了逃避犯罪 追求更好的機會 在沒有父母陪伴的情況下 越境進入美國 桑德斯就這個問題 對希拉里克林頓提出了批評 他通過視頻發表講話 大批的兒童在邊境地區 處於人道危機之中 但居然有很多人 包括民主黨內有些人主張 把他們遣返趕回去 這讓我很吃驚 對兒童和尋求難民身份的家庭 美國有國際責任幫助他們 克林頓為遣返非法入境兒童的政策 進行辯護 他說這種政策 將使那些要把孩子送上危險旅途的家庭 三思而後行 在民意測驗中落後於克林頓和桑德斯的奧馬利 借用對移民活動家講話的平台 宣揚他在擔任馬里蘭州州長時 在移民改革方面的記錄 他強烈批評他的民主黨競爭對手 將政治權宜置於原則之上 我們假如只是跟著民意測驗的數字走 就不會對移民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會通過全面的移民改革 或停止擴建移民拘留中心 這種可悲的做法 奧馬利特別指出 在2007年桑德斯投票 反對全面改革移民法案 桑德斯後來轉變了立場 他說當時投反對票是因為擔心 低收入勞工的工資會降低 美國之音記者泰勒紐約報導 聽火車 ater票 也要 耳濟工的確定